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星期二的正日 以前這個節目就是星期二 當年我們開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是剛剛 逢星期二 因為當時還在做另一個節目 星期五 那個節目就叫做炮打司令部 兩個節目的名字 是押韻的 尾音相似 所以這個名字 主要是Tony想出來的 做一對 後來由於種種的原因 香港的網台 有很多麻煩事情 沒有做炮打司令部 繼續做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得道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跟大家 講經濟的話題 當時由於 我們對政治也很厭惡 所以當年 我們有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香港的政治我們就絕口不提 只是跟大家 談所有的其他事事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 本身 就是2019年 大家看不過眼 一起挺身而出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的定位 本身從來 都不是搞 這個叫做政治運動 我們當然 現在也沒有說要一刀切 就是不講政治 只不過我們的定位 是更加清晰 以後這個節目是會繼續 跟大家講政治 講時事 講經濟 講各種的奇聞 繼續維持一個媒體應有 的時事評論 以及分析 我們這一節要回來研究這個 香港 其中一隻叫做基金 因為有網民就發現 這個 叫做基金 差不多在這三年以來 足足的業績 實在是太差了 足足不見了一半 翻查資料就知道為甚麼了 因為這個 基金的老闆 給大家一個提示 這個基金 就叫做ABC的C 叫做C基金 誰很喜歡用C字呢 就是中原的老闆 就是C永青 這節繼續跟大家討論一下投資問題 還有繼續恥笑一下就是這一班人 我們繼續詳細講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6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5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 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合共三個頻道 這裡想補充一點 那些男士 還走去 盲目地支持北京的人 你 不應該放過他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他 散播就是愚蠢 就算你今天 作為很多香港人 其實我們有很多聽眾和支持者都反映向我們 說今天的香港 大多數人已經把團火收到在心中 非常之深處 很多事情對於香港發生的事 還有世界發生的事 都是 沒有任何的反應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為甚麼還要痛擊藍絲呢 就是因為那些藍絲散播的言論 尤其是 是一些支持北京人 他們在散播愚蠢的言論 這個 就算你團火收到多小也好 收到多近也好 也不應該被愚蠢的言論不斷散播 我給你一個理由 大家繼續痛擊 有時我們 要說服自己行動是很困難的 所以為甚麼這個世界永遠我們說需要一些動力 因為這個世界 很困難的 正所謂 不如意事 十常八九 你遇到疫境的時候 佔你的人生佔了90%以上的時間 甚至乎95% 運氣 也有限的 運氣 可能一生人有的 次數不多 各位 你最大的運氣 就是你今天繼續存在 即是還未收屁 真的要回來講正題了 這一個 是施永清的基金 這就是施基金 這個叫做 創辦人 就是施永清 他也在網站裏面 詳細有寫到 這個叫做施基金的情況 這個叫做施基金的情況是怎樣呢 首先這個基金 就是 彭格斯 資產管理 就是在2014年成立 公司的主要投資理念 是價值投資 價值投資 真的令人擔心 因為 就是打開裏面的內容 發現裏面 就是 投資中國大陸 你用今天 雖然可能叫做結果論 但也不是的 結果始終跟現實是有關係的 今天 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的股票和資產 就是近乎可以用 垃圾來形容 不過沒有辦法 時勢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為甚麼要做時事節目和時事分析 就是 時勢 時局的看法 是會隨著時間改變 明明那件事的本質是沒有改變 即是說 你是爛尾樓就是爛尾樓 你是磚頭就是磚頭 你的電動車的壽命是兩年是三年 理論上應該是固定的 但是 不同的時勢 不同的局勢 每個人 對他的看法不相同 就形成了一個潮流 所以為甚麼 永遠做時事 詳細去分析 時局是有變化的就是這個原因 明明那件事的本質沒有改變 當然 經濟學術語 就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很長的時間 應該你也會見到事物的本質 但是世界就是這樣 短期內會受到改變 即是說 有所謂的叫做短炒 有所謂的叫做短炒 也有所謂的叫做選手爛腳 中國大陸 一直是經濟暴沒 不過一直都沒有爆破 所以對上十年玩得很開心 對上十幾年 每樣東西都說有得炒上去 現在爆破了 爆破了 所有人就接受了 原來中國大陸在賣的就是一大堆垃圾 這個叫做C基金就是被網民揭露 發現他由於業績實在差得太重要了 所以 居然最近就把業績收買 看看他 就是原來2020年 到今天 他的數據到了2022年 兩年半的業績 整個基金不見了一半 即是100元 只剩下50元 有趣的地方是甚麼 各位 時間先 2020年 不是2019 2019年你可以賴就是黑暴 但是2020年 2020年最大的特色 就是香港 行穩致遠 跟你說 局勢現在穩定了 那個叫做2020年國安法 所以其實一直都說國安法根本 就肯定是香港的敵人 無論是 反對派 還是你想賺錢的人 從2020年開始了 接著就防疫了 然後來到今天 跟你說解封 一切要復償 復償了 很多 經濟 股票 基金 投資 物業 資產 全部都沒有復償 就是這樣的情況 結果 整個東西就滲下來 所以網民就去調查 可能對施老闆很有興趣 看到他 投資得那麼厲害 經常自稱 因為其實他們在中國大陸 只是深圳的中原 被拖欠的佣金 都多得那麼厲害 要入品追討 你就知道 在大陸的生意有多好 生意簡直 就是一潭死水 再嚴重一點就變成債務前身 這個世界 是個循環 我不會因為今天 局勢好還是不好 就跟你 就是 心灰意難 時勢不好 肯定是事實 對 所有人都是一樣 無論只是說經濟的藍絲 還是可能把那團火收埋在 心中 的甲慢裏面 深層次的地方 鎖起來也不頂了 總之每個時勢 都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 我仍然相信世界 是一個循環 不過甚麼時候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是優養生息 韜光養晦 所以我們 始終是有極限 我們也不能夠永久放下自己 坦白說 過去那幾年 過去那幾年 太過關心香港 放下了身邊很多重要的事情 包括家人在內 所以我們不能夠永久持續這件事 所以只能夠相約大家 當時勢再出現 當時局有變化 當香港人再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一定 站在你們身邊 只能夠這樣答應你 正所謂時不與我 這次不是說我們 也不是說香港人 說回施詠青 時不與我 沒有辦法的 他們這一班人 主打是投資中國大陸 但是中國大陸 遇著超級戰狼 超級戰狼就是習近平 最有趣的地方 你是 連向習近平說不 的能力也沒有 是嗎 你在美國 就算你 踢不走這個叫做深層政府也好 最低限度 我還有叫做出氣的渠道 就算特朗普選不贏 我還可以投票給特朗普 那票 數字起碼還會告訴你 不過做票的部分 這裡不討論 最低限度 你也還有一個數字走出來 我投給對交 不投給你 香港真的沒有 大陸真的沒有 你夠不夠膽 即是 投 反對票不投給習近平 然後公開你的票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 其實是很屈滿 就算是 曾經支持政府的藍絲 而這一班吃了悶棍 的親中傷人 更加 是瓦仔吃黃烈 是說不到出來的痛苦 我們只能夠趙趙地把數據收起來 實際上近年如果你說投資中國大陸 恭喜你 真的叫做死銀 我們認識的絕大多數的人 再說多次 為免誤會 我們真的很認真說 我們以前 在時代革命之前 在香港 每個人有政績 認識很多人都親建制 其實我身邊的人 99%都是藍絲 不是因為他們 愛北京 是因為他們 賺錢而已 這個是 99%的原因來的 跟政治立場無關 我 認識有一個人 他簡直是 一說就知道誰了 國籍肯定不是中國人來的 雖然他廣東話很流利 他也很愛國的 他也做藍絲的 但是他怎麼可以說自己是中國人呢 他根本也不是 香港就有很多這樣的人 最主要是跟賺錢有關 你錯誤地投資壓住下去中國大陸 其實你是連 少許對他的改變也做不到 你說投資怎麼會成功呢 你說 在美國投資 在英國投資 做不住了 要撤資 你還可以說 你在中國大陸 你夠不夠膽出來 對外宣布撤資 撤資又有人找你說話 所以 這個投資 是註定是失敗的 因為你是不能夠撤退 跟你買股票一樣 如果有一隻股票 跟你說買了不准放 另一隻買了可以自由買賣 你 先不要說哪一隻會升哪一隻會跌 當他差不多 你告訴我 你會不會買一隻股票是不准放的 中國大陸的投資就是等於你不准撤資 的投資 所以中國大陸 是等於被人封鎖 其實是沒有得投資的 越投資 就越死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不是他自己作弁 然後 手放上